为了在大食堂里炒菜的大师傅的感觉 咱们有米饭,有一锅米饭 我这儿有炒菜 现在呢,咱们得把它 就把它馅和这肉啊,虾啊什么的 我现在得尝一下咸的 要炸吗 嗯,对 炸然后再做一个蘸的东西 给你 你帮我套一下 来,我买 救命这个鸡 太大只了 这个摸一下 好的 完美 好吧 我真觉得我越来越上手了,怎么办 对 还有鸡要斩吗 都给我拿过来 我可爱包饺子了 对,我也喜欢 我觉得包饺子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活动 我也是 我觉得包饺子特别舒服 包饺子像是个社交活动 对,大家都在那儿聊天 家庭的活动 家庭聚会 必备的活动 就是不是,这个人和人之间都叫社交嘛 跟父母之间也是这意思嘛 特别好 对吧,一家人到过年了好不能跟着上 好像也没见了是吧 聊聊天 聊聊天 这多少只虾呀,这里面得 别再说了啊 这一顿不得 没多少下 六百五 你现在也不顿感呢 没有,我现在 你也不顿感呢 没有 哎呀,笑死我了 我刚才可顿感了 现在就不顿感了 你会包不 你不会包 我爸会包 那咱不能叫你爸来呀 我爸包得可好了 特别好 你看晨晨多好 在做饭 我非常忐忑,这个蘸水 我觉得你蘸水弄特好吃 你不用忐忑 自信一点 雪芹,你咋不跟你家做饭呢 我家呛 我家呛 呛,呛,是 哇,太辣了 哇,太辣了 妈呀,呛死吧 马上就完 会非常受欢迎的,我的这菜 OK,我好了 我在家里也给我儿子儿媳妇做过 然后到这儿来给大家做,我很开心 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的时候 就是团圆 让家人们更加亲密 尤其是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吃起来味道特别不一样 来,咱们可以端过去了 把饺子 给它拌面 好了,请大家尝吧 吃饭了 吃饭了 走吧 走 这是孟家名菜 午餐肉炒鸡蛋 万物炒鸡蛋 不不不,就是午餐肉炒鸡蛋 万物都不,就只炸鸡蛋 哇,好香啊 杰哥的扁豆门面太厉害了 哇,这面看起来就好吃 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快吃,别搞笑 快点 你吃我做的皮蛋那个了吗 没有 那我个脑呢 太好吃 赶紧的 哈喽啊 快吃 快吃一个皮蛋 拿皮蛋 不是,拿那个辣椒 辣椒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快 然后你要吃那个辣椒 好吃 哇,好吃 好吃 丹姐 哎 你一定要吃我的饺子 哎 芒姐 你必须尝一下我这个 你会非常爱吃的 你先 嗯 你先吃一块辣椒 哎呀,这是最好吃 一锅 一锅已经被他们吃完了 哎呀,太好了 已经给我尝试了 太好了 好吃吗 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 完美啊 太好吃 我也要吃 也都焖面必须 放点这个 这个有味儿 这个好吃 对对对 奶丝 奶丝 谢谢丹姐 哎 还有谁要吃这个 对吧 好 谢谢大家